紧接着带你来看到的则是金山地区一流鼓励延缓失能计划的最后一堂课 长辈们高兴地表示他们都将运动培养成一种习惯了 除外卫生所也在最后一堂课来到现场跟长辈们一起动健康 特别鼓励老人家在计划结束之后还是要外出活动养成运动的良好习惯 为了要照顾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辈市府卫生局与社区合作计划 从基本的健康知识养成到失能失智延缓的课程计划都有 今天是金山区柳谷里延缓失能计划的最后一堂课 也就是结业室 长辈们都将运动培养成习惯 而卫生所主任也在最后一堂课来到现场与长辈们一起动健康 鼓励长辈在计划结束之后 依旧要自动自发的外出活动 持续运动的好习惯 这个计划我们就是针对社区里面 这些长者他们虽然说没有到一些严重的疾病 可是呢他潜在可能未来会发生 包括像衰弱症 像这个肌扫症等等 那我们希望能够早期训练他的肌力 甚至说包括像在脑力的部分也好 甚至营养 因为有的人他是因为营养不均衡 导致他肌肉萎缩肌扫症 那有可能一个不小心他一跌倒 他的平衡感不够的时候 他的肌力不够就很容易受伤 那所以呢我们与期等到已经发生了汗事 已经在医院要等待复健 那我们在早期这一块 就可以用这样的计划 能够及早介入 健保像这个啊 我最爱运动 运动要什么呢 啊就灌死了 怕灌死了要运动 那你刚才运动之后 灌死了会比较好 怕老人出带了 没 没 没 老力也比较好的 对啊对啊 较久也比较用啊 六股里的长辈可以说是 金山区中较早接触到 卫生所长照计划的社区 有了要活就要动的观念与知识 可以见到每到上课时间 总是做无虚席的老人家 还有计划中灵魂人物讲师的 活泼教学贴近长辈 也让长辈们很快的进入状况 跟着节奏动起来 要让他们感兴趣吧 他们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基本上他们不会想要跟着我们动 因为有些长辈比较 就是不想走出家里 对然后我们这个活动 可以让他走出家里 跟大家互动 都互动可以就是有效的预防 那个失智症 实验到预防终于治疗 首先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 卫生局精心策划 M4年这个课程 自从7年4月份 住今围起10个月的时间 老人家明显的进步 毕临老力激荡 因为我们M4年重点是 预防他失智 所以老人家经过长期培训以后 大家共计一堂 聊天 无形中就促进他的脑力激荡 在结业典礼上 卫生所发给长辈们 每人一个小书包 就是要塑造一个 虽然年纪大了 还是要每天背书包 上学运动的氛围 也让长辈们 重温念书实习的感受 期待这个书包 可以让长辈每天都有 走出户外 吸收行职的动力 结业事后也要继续运动 延缓衰落并远离失智 记者老平和金山采访报道